我要走了 走去哪儿 回家 你不做菜了吗 不做了 不做了 也是啦 你说厨房那个油烟这么多 对女孩子的皮肤也不好 说对吧 那你回家要做什么 我妈一天到晚就叫我回老家去 找个工作啊 嫁人哪什么的 我也觉得挺好的 你觉得吧 嫁人好 嫁人好 对吧 你说做菜 当做一种兴趣就好了 不用一辈子当做职业嘛 你看我那个厨师朋友啊 每天为了厨房那点破事 在那边烦 到现在一个对象都没有 我看他注定孤老一辈子 我也觉得你那个厨师朋友很傻 是吧 就一天到晚在那个小房间里 转来转去嘛 就想着怎么喂饱别人 自己都没时间吃饭 别人还不一定碍吃他做了饭 你说厨师是不是 真的都很傻 傻 傻外的 那既然这样子 你这把刀我看你也用不上了 我就拿回去送给我那个厨师朋友了 我这把刀不值钱呢 而且都已经旧了 下次吧 我下次再送你一把新的 不用 不用 这个刀救了才有灵魂才有故事啊 我拿去送我那个厨师朋友啊 跟他说啊 曾经有一个很有天分的厨师 拥有过这把刀 你看 所有故事 多有灵魂 对吧 你真的觉得我有天分吗 有没有天分这件事情 我不是厨师 没办法给你评价 不过我很肯定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做菜的时候 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这是那一天我在大排档排的 那一天不是很多人给你补赏吗 说你做菜多好吃 也不一定了 不过我很肯定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看你做菜的样子 是很幸福的 既然你不做菜了 改天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你 当做纪念吧 先走吧 等等 我 我不走了 海量热剧 独家花絮